由南加大伯克莱学院发起的研究显示 在过去两个月 全美范围内的居家令 让许多非必要企业暂停营业 同时也让全美五百万人 免于感染新冠肺炎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这项由南加大伯克莱分校学者发起的研究 分别审视了包括居家令到旅行禁令的 一千七百一十七种公共干预措施 如何影响新冠病毒 在美国 中国 韩国 意大利 法国和伊朗六个国家中的传播趋势 该研究发现 这些国家通过实施居家隔离令 成功避免了六千两百万例确诊的新冠病例 其中包括美国的四百八十万例 由于许多感染者尚未被正式确诊 研究人员预估 这些国家实施限制令 事实上阻止了五点三亿例的感染 仅在美国就达到了六千万例 研究人员表示 这项研究的结果显示 已经实施防止传染政策 在诸多国家大量降低了新冠感染人数 当涉及到此类政策时 时间是关键点 看起来微小的延迟 会造成巨大的健康代价 湾区三番市最早在4月16号 开始实施居家令 三天后 加州州长纽森 成为全美第一个宣布 州范围居家令的州长 而很快成为疫情中心的纽约 直至4月20日 才开始真正实行居家令 但彼时纽约的单日确诊人数 已经接近三千人 伯克莱的研究人员同时指出 如果没有限制性政策 研究人员预估 在六个国家当中 新冠肺炎的早期感染率 平均每天将增长43% 这意味着被感染的人数 大约每天要增加一倍 研究人员表示 全世界都在权衡 抗传染的健康政策 是否值得其社会经济成本的付出 而他们进行该项研究 则是希望为那些尚未面临 大规模疫情爆发的国家表明 此类政策对于公共健康的益处 除了对确诊案例的影响 研究人员将会把下一步研究重点 放在检视隔离政策 对住院和死亡率的影响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